净价5元的保健品卖2000元 这些保健品为什么招老年人的喜爱? 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最近杭州前唐区公安分局 侦破一起非法销售保健品案件 受害人大多数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 这些所谓的保健品 为何能够招这么多老年人的喜爱呢? 根据案件的调查进展 发现这些保健品之所以能够让老年人喜爱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共同特点 第一,这些保健品确实有效 市面上很多保健品看不到正规的厂家 也没有国家批准的文号 这些保健品以传销等形式进入地下销售 就有不少患者和我们推荐所谓的降压胶囊 降糖胶囊 说是自己吃了之后 然后精神好多了 血压、血糖都能够控制稳定 并且把多年的降压药和降糖药都停掉了 仔细看看所谓的这种保健品 除了简单的名称之外 看不到其他的任何信息 更谈不上产品的成分 根据市场监管局的监测结果 大多数的降压、降糖保健品中 多数含有最常用的降压药、降糖药的成分 像杭州查获的这种保健品降糖胶囊 就是由西地纳菲、二甲双瓜和格列本药等成分混合而成 所以治疗效果多少会有 但是如果无差别地用在每个人的身上 会造成低血糖等严重后果 第二 抓住老年人的乱投医的心理 其实呢 很多慢性病都是无法治愈的 就是在正规医院接受治疗 也有不少人很难达到满意的效果 所以病急乱投医 在包治百病的万斤油的保健品变前 往往会失去方向 在同事朋友的忽悠下 怦然心动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一发而不可收 第三 抓住老人的孤独心理 做保健品的推销员 他的能力很强 心理学学得非常到位 对老人无所不用其极 虚寒问暖 通过脸孔带骗的方式 主动给老人做干儿子 当老人戒备心理逐渐放松之后 向老人推销各种所谓的名贵滋补品 前面讲的酱糖胶囊 就能把净价五元钱的价格 以四百倍的价格 卖给老年人 并且让他们一买就是一年以上 去年我的病房同时住着一对夫妻俩 因为关心病新衰入院 在入院的一年前就是因为轻信干儿子 讲的所谓的磁疗床能够治疗高血压 冠心病 夫妻俩用两万多元买了两张磁疗床 每天都睡在磁疗床上 把药也停了 结果就把夫妻俩疗进了医院 由于很多老人没有子女的陪伴 精神空虚孤独 所以非常容易被别人的花言巧语所打动 甚至听不进子女的好言相劝 认为子女舍不得花钱 第四 抓住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 保健品推销 经常送鸡蛋 车接车送 包吃包玩 送床单 餐具 古钱币等 直到把老人的精神彻底瓦解 对于保健品作为医生 给大家提几点建议 第一 保健品肯定不能代替药品 在疾病的治疗中要分清主次 很多患者宁愿每天花几十元吃保健品 却不愿吃几块钱的救命药 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 保健品不是万斤油 如果得到科学证实的保健品 在某些方面具有保健作用 可以适当选择 但不能相信所谓专家口中的伪科学 第三 保健品选择适可而止 吃保健品不要抱有任何治疗的希望 如果经济条件优越 浪费的不心疼 吃保健品也无可厚非 但也要买正规渠道的可靠的保健品